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令不少原著粉感到欣慰晚分 该剧不仅改编自热门IP拥有庞大的粉丝团体 而且主演阵容实力不俗 男女主颜值搭档 堪称神仙阵容 引人期待 女主是白露出演 白露作为90后当红小画 虽然出道时间并不长 但拥有超高演技的她 深受不少影视导演的青睐 从而参演了不少优秀作品 在《玉楼春》《半世蜜堂》《半世商》等作品中 亮眼表现深得观众称赞 在口碑剧《周生如故》和《一生一世》中 白露更是有着爆发式演技的表现 让观众见识到了 她的精湛演技和角色塑造性的巨大进步 也在一部部作品中积累了人气 锻炼了扎实的演技 成为了深受粉丝喜欢的 优秀青春型女演员 《网传男主》则是由 同样实力不俗的 新近小生徐凯出演 对于徐凯的演技 大家有目共睹 她塑造了多个 令人过目不忘的迎评角色 无论是《演习攻略》中 足智多谋的复查复衡 还是招摇处 处世沉稳 性格隐忍的魔王之子 李晨兰等 每个角色都拿捏得十分到位 表现出了 自己帅气的迷人气质 徐凯与白露两人 曾在烈火军校《招摇》中 有过多次愉快合作 颜值搭档 堪称神仙阵容 想必此次再度合作 新剧《昆宁》 必将会更加默契 总的来说 该剧无论是题材 还是演员选角 都十分令观众满意 期待早日呈现出精彩剧集 你们期待 徐凯白露的三度合作吗 对于该剧 你们还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留言 一起来讨论呀